书生正在用功读书 小县却一脸慌张地冲进房间 躲在了宁采臣身后 面对秋荣的指责 小县也毫不示弱地反唇相机 让秋荣死了这条心 宁采臣对他没有兴趣 两人谁也不服谁 都想把对方赶出去 只是看着他们争风吃醋的样子 宁采臣却鼓起了掌 你们俩演得真好 我发现你们俩在这方面 真的有才华 我们阳间有人说装神弄鬼 你们阴间怎么讲 装人弄事 两人这才知道 宁采臣已经知道 他们的真实身份 原来昨晚从燕赤霞的口中 宁采臣已经知道 这两天来找自己的少妇 都是女鬼所化 为的就是想挑起自己的欲望 从而帮助鬼老修炼魔功 他本想搬走 但燕赤霞却让他不必担忧 只要你不贪财好色 他们就拿你没办法 所以面对眼前的女鬼 宁采臣并不害怕 见自己的身份被拆穿 小倩和秋龙也不装了 直接了当地告诉宁采臣 他们也没有别的意思 就是缠他的身子 如果宁采臣不和他们好 他们就天天来骚扰 让他考不了事 要是跟他们打扑课 他们就去主考官那儿 给你偷实题 让你高中壮严 但宁采臣却不为所动 他一脸淡定地 告诉小倩和秋龙 说燕赤霞给了他一件法宝 原本想放他们一马 现在看来不得不用了 你想炸我们 二女被吓坏了 以为宁采臣真的有法宝 殊不知 他拿的只是自己的短裤 虽然宁采臣将两个女鬼 耍得团团转 但他的好友丧子明 就没有这么好的定力了 原本宁采臣将女鬼的事情 告诉他 是想让好友有所防备 谁知这个家伙非但不信 更是一脸坏笑地告诉宁采臣 如果他们呢 要去找我的话 你就别管了 子明 桑子明 子明 你可别不当回事 随后 桑子明出来放水 被暗中观察的秋龙盯上 他让小剑把风 自己则画了套皮肤 出现在桑子明身后 你是谁 你是鬼 鬼 你别怕我 秋龙故意露出的一抹春光 引起了桑子明的注意 他连忙蹲下身子 借着检查伤势的名义 吃秋龙豆腐 见他一副色眯眯的样子 秋龙并未隐瞒 说他是茅园外家的小姐 深更半夜出来就是找男人的 桑子明顿时想起宁采臣的话 连忙问他是不是鬼 为了打消桑子明的顾虑 秋龙污蔑宁采臣 说他想要霸占自己 才故意忽悠桑子明 说自己是女鬼 见这个书呆子怀疑 他让桑子明看自己的影子 按理说 鬼是没有影子的 可秋龙练成了凝神巨性功 身体和常人无异 最终在秋龙的忽悠下 桑子明放下了戒备心 将他当成了出来偷使的少妇 连忙拉进了屋内 只是随着秋龙的笑容 他的手掌出现一抹绿光 桑子明的瞳孔逐渐放大 伴随着一阵凄厉的惨叫声 当宁采臣闻声赶来的 小明已经彻底凉透了 宁采臣悲伤的同时 发誓要为好友报仇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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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